欧阳 别喊了 我听见了 再喊他们就行了 你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我能有什么事啊 我这么强壮 还这么扛操 没事 欧阳 你一定要答应我 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真的不可以 再像刚才一样 那么冲动了 咱们在这儿 平平安安的 好吗 你要是死了 我哪有那么弱呀 我好着呢 我还能跳舞呢 衹 你们 怎么样 你快点 别闹了 我要是死了 你会难过吗 你要是死了 我想对你说的话 就没有机会说了 你想对我说什么 我听着 如果我们能活着出去 我就告诉你 好 那我等着 我等着 伯伯 伯伯 别害怕 伯伯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伯伯她发高烧了 我猜可能是 惊吓过度引起的 快点 快点 我们人现在病了 需要水和药 我怎么不应该呢 梅雅 yesterday 我先找不到 我的天啊 你什么时候 我希望你得办 leaked 他现在发烧了 很严重 我们需要水和药 欧阳的爸爸 已经把钱 在送来的路上了 可以给我们一点水和药 欧阳忙 谢谢 你太过分了吧 好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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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黄瓜蛋 喂喂喂 您拨听 我暂时无法接通 你干吗 你先继续公平 你说得似分房 干吗 你怎么回事 我还没拿过 你还没拿过 你们再忍一忍 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了 我们一定没事的 相信我 李薇怎么样 好点了吗 感觉比刚才少推下来一点 李薇 我才帮他多推几天这个薛方 应该一会儿就会退下来 行了 李薇啊 没想到你连这个都会 我小的时候 我爸也是病激乱投医 是中医 西医 病间偏方 只要不吃好我病吧 他都愿意尝试 这是小儿推拿 但是对大人也同样有效果 我小的时候 凡是让我爸爸这么跟我推 推几遍稍就退了 这么神奇啊 嗯 他好点没 还你再退一会儿呢 你总是这样一心一意地为别人考虑 那谁又为你考虑过呢 你不是就正在为我考虑吗 对 我就是在为你考虑 说实话 你真的挺优秀的 之前说你脑子缺仙的话我都收回 其实 你心地善良 有正义感 你乐观 洒脱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 让人无法抗拒的活力和韧强 如果没有你 这次发布会 我很可能就搞砸了 我看着你不顾一切地 让我改变主意的时候 我真的挺感动 我在想 你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种力量 让你义无反顾地 一次又一次地努力着 争取着 你对我的印象真的挺大的 我没定错吧 你这是在夸我呢 对 我就是在夸你 而且 你对我越来越重要了 你对我越来越重要了